一字排开的神明像只见神明头上戴的帽子竟然被贴上查封条 让前来神坛烧香拜拜的信徒直呼太离谱 太离谱了 没人说打这样啦 真的人家说一句 一生人有跟他说不要打神明啦 没人在放神明啊 这个就打了 我都要拍摄 拍摄 庄重的神明像头上被贴上白色盖章的查封条 信徒认为执法的法院人员对神明大不敬 追究之下原来是开设神坛的秋姓男子 因为欠税45万元 行政署执行查封财产 书记官看到神明头上金光闪闪的帽子 以为是真金打造 外观上是金光闪闪 所以那时候移送机关跟现场的书记官会认为说 这可能是真的是黄金的 医院人又没有其他财产的 那是金水的而已 那是金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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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金水没有多少钱 书记官以为看到有价值的物品 眼睛睁大 不顾信徒忌讳 神明头上先贴封条再说 没想到这一座引起反感 也因为这神明帽是铁线电镀 没多少钱 最后执行署为了符合信徒期待 将贴了四五天的封条撕下来 还给神明们原来的样貌 记者赖冠章松佩文台南报道